而社团法人 教额爱心公益协会 得知秀林乡的疫情相当严重 22号的下午也发起了爱心活动 准备了蔬菜类的物资前往 仅美春三战社区和家湾社区 来发放给确诊者 秀林乡长王玫瑰相当感谢 同时也呼吁村民 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请洗手戴口罩 确实做好防护的内容 22号下午社团法人 教额爱心公益协会理事长 江明胜志工团队田广珍 由恩府和志工们 来到减美春三战社区和家湾社区 来发放物资给确诊者 来关怀部落县爱心 这次我们来是来三战跟家湾 来发送防疫物资 给洛西家平们隔离的时候 给他们一些食物备者 然后就不会饿到了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再补充快塞剂给他们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前往现场来感谢 角儿爱心公益协会的议举 同时也呼吁村民能够做好防疫的工作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角儿公益协会 来到我们三战部落 来发放我们针对确诊或匡列 以及比较需要协助的一个家户 我想我们疫情真的非常严重 当然各界的单位都有 拿了非常多的一些物资 都到我们部落来关怀 在此我要谢谢各单位 以及今天来到我们三战部落的角儿公益发展协会 你们的爱心 我相信有你们的协助 我们会尽速 就是让我们的疫情 能够在艰困时刻 能够顺利 也希望能够疫情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要一起要团结 怎么样我们可以避开 不要让我们的 确诊很多要生存在 多在能够增加 我想跟他们说 我一直还不可以 把病友修保 没有胃子 我们一直超 ni 用来 说 有一点 男人 一直做 迁涉 ин 然后 let's go 你 窄 我们 每天 ных 老 没 我们 绝对他们的工作,他们也认为那个工作, 部有运动,他们在家里的工程中, 他们的工作,他们都经常接近了, 他们在家里,他们要让他们要把工作, 让他们在工作,他们要多一点的工作, 他们带着他们的工作, 那么我们在家里, 协会带着车子里面装着蔬菜类的物资 前往确诊的家中一一来分送物资 在上站文件站照复原成一方的代言之下 协会理事长江明是一型人 把爱心资争给需要的村民 希望小小的爱心能够让大家度过这次一型的难关 记得解放一期 我们下期再见